好 回到全民大新聞 當然公司的尾牙縮水 甚至獎品都變成提貨券了 但是也有尾牙請到這種這個 這個叫什麼 什麼老師 正多片老師 有錯 減肥五的也有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六 講到尾牙 好像台灣最近的尾牙有點冷清 衰退了 其實是有原因 台灣經濟這麼差 我們韓國的GTB指數都比他們高 尾牙當然會減少 妳旁邊這個動作GY是怎麼回事啊 這個是新來的學生 沒錯 而且我們韓國的奴隸 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 數一所有的國家 當然有 你們兩個講成這樣子 你們兩個好像去過台灣 不然你們現在就來告訴大家 台灣跟韓國的尾牙有什麼不一樣 你還會自己換邊 他沒有換邊 沒有換邊 換講 那我來講一下台灣的尾牙 我可了解的 台灣尾牙很愛敬酒 對啦 跟動 不要偷偷下來 跟動 喝一杯 我來啦 我來喝 不喝酒 喝酒 喝酒 動不動就比酒 再來 台灣的尾牙很愛加碼 因為我們年終獎金可能領得比較少 所以就會跟老闆說 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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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就要把錢掏出來 最後台灣的尾牙很愛請明星 明星來跳舞 像小蝦來主持這樣子 而且搞到後來 獎品抽一抽還變成提貨件 很特別對不對 沒錯 那台灣那麼精采 韓國是怎麼樣 我跟妳說 我們韓國的尾牙很簡單 妳已經抖到鏡頭都很難戴了 老師剛剛那樣跟我們講 我跟妳說 我們韓國的尾牙很簡單 喝喝酒就結束了 而且我們韓國人是不會逼酒的 而且因為 我們韓國人的年終領得很多 就不會去要求加碼 因為怕錢太多會花不完 而且要告訴妳一點 大家一定會認為 我們韓國的明星非常的紅 一定會來韓國表演對吧 答案是不會 因為我們韓國的明星 通通都跑去海外表演 不會來賺自己韓國人的錢 難怪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就是喔 我們韓國人很難且 都會用自己韓國人的東西 所以賢重的老闆 就會送員工賢重的手機喔 妳講的是廢話喔 好啦 有點痠了喔 我們最後就來把這個 台灣的尾牙跳個舞蹈 教大家好不好 OK... 首先剛剛講到了敬酒了 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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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那是拜拜吧 對 敬酒的時候會喝掉喔 再來第二個就是剛剛的加碼 加碼 看到台上的抽獎 要加碼 加碼 加碼 沒錯 很簡單 要把這些動作串連成一個舞蹈 這個意思是嗎 是嗎 最後就是如果抽獎沒有抽到 很生氣囉 燒起來 好生氣喔 好生氣 抽不到我 好 這三個動作再加一個 到底的台灣舞蹈 就是台灣歌曲 就是我們的台灣尾牙舞 老師麻煩音樂 加油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敬酒 敬酒 加碼 加碼 衝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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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碼 加碼 衝不到 加油 妳這個是超級騎馬舞 我們看不懂 我沒有超級騎馬舞 不然是誰喔 其實是因為現在台灣的尾牙 都在跳騎馬舞喔 為什麼跳舞 台灣玩就是騎馬舞喔 謝謝大家喔 謝謝大家喔 好 謝謝 我剛剛真的是錯了 我不應該Cue我們老師 跳哭女的願望 對 他只會騎蛙獸 對 但是他還是跳出來對不對 好 那我們請廣告 好的 回到我們現場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公司尾牙縮水 獎項也縮水 其實根據調查 以往這個往年 大概都是年初的三月 離職潮會有一波 但是今年不一樣了 今年這一兩個月的調查 聽說離職率有上升的趨勢 為什麼呢 因為公司的年終獎金也不發了 尾牙也不辦了 所以說這時候不守上代何時 所以說這時候 離職潮非常的多 其實我要奉勸大家 雖然經濟不景氣 年年難過 但是年年還是要過 一定要抱持自己的信心 對公司有信心 往年 明年會更好 這樣的信心 我們繼續的過下去 我相信台灣一定會更好的 謝謝大家收看 明年投資時間 全民大新聞再見 謝謝